我们再来看香港 这位身穿粉红色衣服的老人 名字叫做林真 今年84岁 是一名香港抗日老战士 照片上他正在给几个年轻人 讲当年的抗战故事 由于年纪小 林真起初被分配在了 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当同学员 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 是由香港新界居民 在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 东江纵队领导下组成的游击队 是东江以及珠江三角洲一带的抗日力量 成员包括农民 学生 还有海员 作为通讯员的林真 每天他都会拎着草栏 到处去跑跑掉掉 由于那条件艰苦 没有斜传 林真的脚总是被抹破 常常会忍着疼痛坐在路边哭泣 也曾因为瘧疾发作晕倒在路上 但是他送的情报 一次都没有被截惑过 年仅八岁的林真 竟会如此出色地完成任务 那么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林真说当时那些信 多半是用很小很小的字 写在像火柴盒大小的这些纸上 然后被塞进他的衣服边里 送信的时候 他常常的一个人边走边玩 摘花 捡石头 追小鸟 根本没有人怀疑 他会是一个通讯员 后来林真又被分配到了伤兵医院 做小护理员任务很简单 就是用盐水给伤兵们洗伤口 换纱布 林真说当时物资缺乏 伤员们用的这个纱布 都是反复使用的 他常常要端着 带有浓和血的这个纱布 跑到河沟里面去洗 然后挂到树上晾干 再放到蒸锅上蒸进行消毒 每到冬天 血块在冷水里是化不开的 林真就要用手使劲地去搓 手上生冻疮 几乎成了家常便饭 但是在林真看来 自己的付出远远算不上什么 让他最难忘的是 那些在前线受伤的士兵 因为没有麻醉药 从身体里取子弹的时候 伤员们常常会嘶叫 这些声音让林真是终身难忘 1941年 日军侵占了香港 那一年的林真 六岁 两年后的一天 日军抓住了林真的姐姐 并带着刺刀 逼着姐姐 把她们带到了家里面 扬言要抄家 还当众打了姐姐 那一幕给林真 极大的触动 没过多久 林真就跟随着母亲和哥哥 加入了抗日游击队 如今年过八旬的林真 经常为青年一代 讲述当年的抗战故事 同时呢 也在张罗着香港抗战老兵的 日常联ży工作 日常联系工作 奇史任